台湾城乡永续关怀协会在三峡创办了小草书屋 日前举办了启用典礼 希望能够提供三峡地区高风险家庭的孩子们一个温暖的守护 让他们能够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得到更多的关怀 三峡区域一个看似城乡发展和生活环境都很完整的地区 但实际上这里仍旧有着和偏乡一样高离婚率 家庭和社会的问题之外 还有吸毒人口更居新北市之冠 曾经是家暴受害者的林俊成 回到他出生的老家三峡成立小草书屋 要用更多的力量来陪伴有同样生命历程的孩子长大 今天不管是文化妇也好 还有陆伟也好 咖啡也好 还有我们好多的支持的好朋友 大家都是一个很开心的一个想法 来共同来完成这个梦想 因为我们知道 剧城回到三峡来九年来 不管从甘略文创 四瓜小队到今天的小草书 每一个做法 每一个想法都是我的孩子 孩子才是我们的希望 孩子才是我们的梦想 那用社区关怀的力量 用整个民间大众的资源 这是我们最伟大的一个理想 我觉得这个做法就是我们 值得很多年轻朋友来学习的 因为回到三峡来其实很长一段时间 九年 那这九年坦白说 慢慢在三峡一根源 那因为发现三峡很多很多地方 就是资源不足 有很多孩子需要陪伴 所以也是因为一点一点 我们从一开始在游牧国小 只有六个孩子 然后慢慢的第二届第三届的孩子 一路去进来 那一直到后来 一发现几个孩子在假面没有陪伴 然后偷东西被送上的导演 我们才意识到说原来在三峡 我们生活中 有这么多这样的家庭 这样的孩子 那是不是我们能够 投入更多的心理 然后用生命来影响这些生命 所以后来呢 我们有些资工 陆续陆续的加入 我们今年暑假 总共有四十几位资工 然后来自台湾各地 还有从美国会来到 书屋来担任资工的伙伴 小草书提供孩子的是一个 固定的客户陪伴据点 不仅可以照顾这些 需要关怀的同学 同时也能够串联在地的青年志工 艺文团体和学校企业等资源 建构陪伴关怀的网络 陪伴同学们一起成长 这样的做法除了让大家会觉得说 这是台湾真正的一份心 来自于年轻人 来自于那个真诚 多一分的关怀 少一分的抱怨 多一分的用心 完全不求任何的回报 有俊哥 有这么多的年轻的朋友 制工在过去这五六年来一起全部的投入 还有在座的这么多的叔叔阿姨们 我跟各位报告 如果你觉得对台湾有所一些看法或者希望希望的话 这就是台湾最美的风景了 小草书屋的服务在暑假就已经开始了 借由这一次的典礼 同时也向大家呈现暑期的学习成果 分享喜悦 也希望能够邀请更多有心的企业 或是地方团体一起加入 关怀在社会边缘角落的孩子 钟佳新北新闻三峡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